欧国杯,今届欧国杯终于圆满结束了,曲终人散了,恭喜西班牙得到冠军了 欧国杯完了,也正式说今个球季正式完结了,大家终于有暑假放下了 来到8月,一个月休息一下,一个月后英超再开球,再开新的球季 现在欧国杯完了,我们有什么球都停了? 当然是看转会吧,逢球季完了就看转会的好时机 很多球队要清货也好,或者增兵也好,或者补充实力也会在这段时间 所以可以追着转会的新闻去看看吧 英超的曼联,过去一季也被人有感觉得淡笑,令人失望 虽然最终也算是拿了足重杯冠军,但整季的赛事在联赛上真不知踢什么 总算拿了冠军安慰奖也好 新的球季,新的老闆入主,大领之下新人士新作风 因为管理神很多都用了一个新的班子 组成了一个新的班子 新的班子有新的做法 所以就开始他们的转会工程了 之前已经是送走一些人,最新的年轻人 年轻人中坚金华拉就去了黄色潜艇维拉利尼西甲那边 1千万磅 但是有回购条款,也算是这样 也有走一些约满球员,好像华拉尼、马山等都走了 当然有走就要有入的,你搞定了FFP那些 过了骨了,又要增兵了 好了,签了终于第一单 叫做今夏天第一单的收购 也可以说是James Sir入主之后的第一单收购 就签了进入衣甲的波罗尼亚 就是刚刚的球季 在衣甲表现了一路骑兵 甚至乎是拿了欧联入场券的波罗尼亚 签了荷兰的前锋,他们的首席射手 舒克斯 价钱是3,600万磅 有传说,俠克斯和波罗尼亚的合约 有3,400万磅的买断条款 大家可能立即会说 又做水,这样也要给人多两球 但是我这么说 因为3,400万磅 是要一炮过扔出来才是买断的 如果不是分期的话 那就给多一点 最终现在3,600万磅是为了两球 但是可以分3年去给 算是这样 算是这样 也不需要什么 每年多70万磅 70粒左右 每年70粒都不用每年 算是这样 以曼联来说 终于签了前锋 到底这个舒克斯在曼联 会否带来什么作用 还是这个收购 究竟又是水瑜 还是水货 还是有迁前锋 几里卡拉很多东西 所以这一集跟大家研究一下 究竟舒克斯来到 对不对用 以及会在什么位置居多 首先看看舒克斯 他在这个背景 都可以一起去看看 究竟舒克斯何方神圣 老实说 刚好球季之前 很多人都未必太多人认识他 就算过了之后 如果你不是留意开尔甲的话 可能都会觉得 有个荷兰前锋 就是这个 大神口中是食屎哥 因为这个译音 不是说他食屎哥 那是什么 舒克斯01年5月22日出生 即是今年23岁 在这个荷兰 陆特丹附近的一个 監控区的城市 斯希丹出生 童年的时间 很早就已经接触足球 很早就接受了足球的训练 荷兰球员清分那里 当然受到全能足球的影响 教练就会不断鼓励球员控球 以及观察一下 场上其他球员的走位 以及其他队友的 什么时候现位的位置 而从而去找一个聪明的走位的方法 即是不断的跑动 所以舒克斯也接受了这类型的训练 其实舒克斯也说了 其实荷兰教练教练 不是纯粹用身体质素去踢 之后再说 由小到大教练教练 用脑去踢球 用个观察 这也是 其实是现代足球 所谓的 一直以来都觉得 你要怎样去更高的层次 就真的要用脑去开锹才行 不然就波牛 有什么用呢 你看看英格兰就知道 英格兰很多球员 为什么经常说球伤不好 就是这样的 由小训练都大 训练得不好 就是 好了 舒克斯 很小时已经去到 十多岁的时间 加入了国内的传统 准备军女之一 飞燃乐的青年军 飞燃乐的青年军 其实他不算踢了很久 只是一两年 接着很快 就因为在青年比赛 有一个好的表现 被球探接触到 看到 然后就转到拜仁那边 得甲的劲女 班伯 拜仁莫尼克 拜仁首先是踢U队 在2队 那些 很快很快 正式就可以 受到 因为标青的表现 展现出他的天分 在18岁的时间 即19年的时间 有获提升 上了一队那里 更加在欧联对着热刺那场球 结果分组赛 就首次为 即后备身份 首次为球队上阵 也是他的职业生涯出道之作 可以说 但是始终拜仁 人才仔仔 何时轮到 给你个年轻 去踢 人才仔仔之下 当然 上阵机会 就不是太多 那么 年轻校员 在成长阶段 一定要透过比赛 透过一些 上阵机会 吸收一些经验 以及进步 当然要外借 外借到哪里呢 外借到他二甲的 帕尼玛 当时帕尼玛 是一支 可以说到 是贫林钢班边缘的球队 即是护紧级队 也不是贫林钢班边缘 基本上都快要宣布钢班 到了帕尼玛的时间 就想着他 帕尼玛借他 帕尼玛 有护级实力 谁知道 很差不差 看了四场球 就因为 内质印带的重伤 一休息就休息了幾个月 那一季随时就 收裂 所以 帕尼玛也降班 接着 返回拜仁 但拜仁也没有位置 又再把他外借 比利时去哪里 安德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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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教练 就是甘斌尼 甘斌尼很重用 在联赛中38场球 入了16球 有9次助攻 不错 似乎打起了 那好吧 借了季想着 回来拜仁看看 能不能 踢一下 后比也好 正选后比之间 还有边缘球员 或者 你就算外借 借我去返回德甲 那些也好 谁知道 回到拜仁之后 22年 拜仁就卖给博洛尼亚 850万磅的价钱 卖给博洛尼亚 那时候去到博洛尼亚 就不打算 就不打算 看看可不可以 用他 和奥地利的老将 老牌前锋 阿劳道域 博洛尼亚 似乎两个 由一来没有夹 和二来当时 上任的主帅 莫达 一上任后 就要踢单箭头 他就选择了阿劳道域 所以 苏哈斯一开始 只在二甲 正选拳了五次 可以进入了两球 叫做第一季 但是幸好 阿劳道域 就转了会去国际伟囊 苏哈斯 同时他也很努力 不会因为这样 自怨自艾 开始 变得很积极 很进取 通常也很早 在训练场上很努力 也是最早到 和最迟走的 就赢得到莫达的信任 莫达更建议他 不如这样 你不要看有九号 正前 看有九号半 可以发挥到你所长 结果 刚刚的球季 苏哈斯在波罗尼亚 大爆发 整季入了十一球 以及五个助攻 球队的首席射手 也凭着这个成绩成为了 上季二甲的最佳年轻球员 所以苏哈斯 也能成功打起了少少名堂 说到苏哈斯 他的踢法又怎样呢 其实他的身体质素不差 他1.93米的身高 作为前锋 不差 善于盘扭 和脚下功夫也很纯熟 盘扭和全球方面 试试挺好的 很多时候可以帮队友 在前面做策划 做穿针引线 或者做一些突破 同时间 在前场的逼抢 也做了很多 都很积极去做逼抢 那些 还有就是他的 停的跑动 这个也是他最大的卖点 就是够勤力 无求走动也好 做前场的逼抢也好 甚至乎是帮队友 帮忙叫做走位 宴委等等 都是他的 球风 所以在波罗尼亚 防反的体系里面 他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 支点和前面 不好划决的人才 当然 你说他有没有什么缺点呢 当然有 反而作为一个前锋 他的射述真的不算十分好的 就是 书克斯 书克斯 虽然1.93 但是他的头锤 能力 是一般的 其实真的一般的 真的不算很善顶 身体质素 对抗能力 真的要有待磨练 同时射门方面 也不算很高的水准 以一个 我们经常形容为 XG 其实每场球的XG 他都是 刚刚的球位 0.29 以作为一个前锋来说 一个正选前锋来说 球队的手直射手 不算很高 你可以说 等于 就是 其实就是 大约 跟开孔 其实差不多 现在曼联前锋的开孔 其实差不多 甚至乎比开孔更低 那你可能说 不是吧 众师妹回来做什么 大家可以看回 这个数据 那 11球 助攻也有 4次 跟着 其实他很善于为 队友创造机会 你看到 Chanceless Creator 那里有11次 也有11次 跟着就是 Final Third 那里反抢的成功率 也有 成功有30次 在整个联赛 整个衣甲里面 排第二 其实不差 不差 只不过 射门方面 真的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你看到 其实他有双枪仗 相对地算是 但是 你能看到 投锤方面 能够顶到的 都只有6次 还要不是代表 你入球 只不过 你投锤 成功顶到 都只有6次 其实制空力 不算太强 不算太强 但是 为什么 就是叫做 首席射手 但是 总算 真是 可以 入到这么多球 其实某程度上 也好看 似乎 因为很大程度 跟波罗尼亚本身的 进攻体系有关 其实书克斯 书克斯 他的作用就是在前面 不断的跑动 去帮手拉控 令到后 即后上的队友 有机会后上进攻入球 Lewis Ferguson 这个恩商 就代表不到苏格 难出战金格 奥国杯的进攻总场 也就是波罗尼亚的队长 他偏向右翼的奥苏联尼 这个意大利的右翼等等等等 都是很多时候受惠于他 在前面的一些传送 甚至是一些帮手引开对手 而去入球 所以 真的因为体系迎球员 也是 所以 也不怪得朗尼高雯 在今届欧国杯 一开始没有选他进去 不怪得没有选他进去 就算之后补选了他 补选了他 也没什么机会给他出 只是有两场是后备出过来 短短时间 因为始终 你入球率又不是太高 尤其你现在经常说敌比不高 或者他也未见得太高 所以 这也是 不怪得朗尼高雯 没用他 同时间 另一件事就是 他受伤的频率 也不低 其实 也不低 你看每季 不要算拍厌马那次 拍厌马那次 弄了印带 印带那次 你只计这两个球季 刚刚这两个球季 平均每一季 都有至少五十多天 是因伤缺陣的 接近两个月的时间 因为他一直都受到肌肉的伤病 困扰 所以 似乎每季 你预计了他 都有两个月 随时会伤出的 好了 你说到这样 说到这么不够 还签他行不行 这些事情很难说 因为首先他23岁 23岁 还年轻 最重要的是 三千多万 在今时今日的世界 不算很贵 三千多万 可以拿出来的 买个未来 可以的 还有另一件事 他在前线的可塑性很高 如果他来到之后 看他的排阵如何 第一 可以放正箭头 当然正箭头的话 不要太过 对他太大期望 在入球方面太大期望 当然 基本上都有的 即是他的护球和停球 有的 基本上是可以的 只是射述方面 但是他那种 亦都是 他刚才所说的 不断的跑动 可以卫到曼联的前锋线 就是带来其他 整对球很多人都没有的 的走位能力 就是 反而又好 向前走毛球走动 迫抢等等 能力 也是的 而且他的控球能力 真的是 基本功好 比起你前面 任何一个 封线上的球员都好 敢说 所以 只不过他真的 不是一个高效率的射手 所以 如果你说 踢这个阵 放一个单箭头 那就好看 后上进攻球员 就是 看会不会 福哥 波哥 班奴 加拿祖 这些 会不会受益于他 就像波罗尼亚那样 在前面做一个 支点 帮手引开 或者 帮手做一个 传送 二传 让他们去后上进攻 入球 或者拉空 制造空位 好了 第二个阵式 可以如何 直接跟开洞打双战头 反而 开洞可能受益 你看到 过去一季开洞 很多时候 只有他自己 一人在 不断跑 但是没有队友配合 他 在前面 很多时候 拿完球 就没有人follow上来 总是差点差点 好了 若然 舒克斯 跟他踢双战头的话 那就真的可以互捕不足了 开洞 停了球 舒克斯走进来的时间 可以继续接应开洞 或者他传给开洞 去攻门 大家先補一些东西 开洞 专注射门 就差很远 个人觉得 4222 双战头 其实是可以试一下的 第三个索性 都是跟开洞一起出 但是他打什么 打扶风 其实9号半 之前也说过 莫达将他调调到9号半 那波罗尼亚的时间 可以看到 只不过波罗尼亚的时间 很多时候前面 打防反就靠他 去扔开 再给队友后上来 如果 譬如去到 这个是曼联 要打阵地战的时间 他打个扶风 开洞在前面 再配合 或者加拿祖 也好 福哥也好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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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未尝 不是一个 什么 就是 都是一条出路 都可以 苏阿斯 所以 苏阿斯 其实有几个位置 其他基本功 控球 护球 也好 只差在把握力 还要有待磨练 老实说 入球能力 你现在曼联 很好 刚刚的球季 入了几个球球 入球又不多 失球又多 得失球差 最终负数 最终埋单的时间 那你想一下 你无论开洞也好 甚至福哥也好 沉起上来 可以很沉 把握力 差起上来 真的差到没人有 那要改善入球能力 签个前锋 到正路 还有 譬如 当开洞上 刚刚的球季 一旦有些背伤的时间 前面 你又要放到福哥 甚至乎有点 搬路打架狗 你看到 不太温振 签个回来 又后三千多万 可以了 最重要是 云老回来 云老回来 可以帮忙改善一下 这些前锋的把握力 的射术 这很重要 真是 幸好你真的有云老回来 你应该也会受益一下 只要你用心 就可以了 所以 苏哈斯 这个交易 老实说 我觉得可以的 可以的 或者 他现在不是 你放在正箭头 他不是很高效的射手 但是其他方面 他都比较全面的 当然 可以说 英超和耳甲 两个世界 踢了才说 就踢了才说 没必要 现在就立刻说水货 对不对 还有三千多万 在今时今日 你买个年轻 都要二三千万 那你买个23岁 亦都 荷兰博脚 那算是怎么样 对不对 最重要他不是 何甲直接买回来 他应该出了一阵 算是 又踢过德甲 又踢过二甲 都好 对不对 不是纯粹是何甲直接过来的话 其实随时差很远 随时差很远 所以 苏阿斯 我觉得 第一季 未必会这么发光发亮 但是 只要看他的做法 他如果 不是那么 图屎 不是那么 不珍惜自己的生涯 其实也是可造之材 可造之材 相信 荷兰球卫也希望 他能打起 可以在曼联 有好的发展 因为 荷兰本身 现在也不是多前锋 你要用到敌比 大家还在 叫救命 那你不用敌比 用哪个呢 那就看书阿斯的成才 唯有 难道布洛比吗 他确实也有三十多 还可以靠多久 对不对 所以 希望书阿斯 也可以在曼联 他又有好发展 好了 今集时间到这里 喜欢这一条影片的朋友 麻烦 放一个like 和subscribe 这一条youtube channel 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在youtube上按个小铃铛收通知 正常来说 有新节目和live 都会带出来通知大家 还有follow 和patchel 来远路的ig 因为逢有新节目和live的预告 我都会在ig上出post 也会带上ig story 好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